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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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让圣灵的活水永远涌流 很多时候很多人信耶稣 觉得真的有一种起来的 很多初信的人就会有这个经历 真的即时经历到神的平安和起来的身手 是很差的 很多人都曾经见证过这个 但是很多人一信主内 这种活水就好像弱了 其实不是活水入了 是我们的生命和神有没有联系的 如果你想神的活水一直继续 好像初信那阵的 神的喜乐和平安 就是你时时继续去爱神的时候 亲近神 神的活水就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的心里面一醒了 神是最好的 你是最好的 就是学这个习惯 我真的晚上醒了 我就起床 我就感谢神 我在这里洗管的时候 我又赞给神 我一直在唱诗 我提自己的 有时候我不用提 我发觉我自己在赞给神 然后我发觉我自己在做 但是我会提我自己 我总之走路 我现在在一个低层的状态 或是一个喜乐的状态 或是一个平凡的状态 或是一个喜乐的状态 因为耶稣的活水真的会来到我们身上 当你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 你周围的人就会说 你真的有耶稣在里面 我们读的时候都会说 神 你的活水来到我身上 耶稣所应许的活水真的来到我们身上 欧安方第四章第十节开始下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我对你算 吸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吸了你活水 苦人说 先生会有打水的器具 井有收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 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生畜 也都喝这井去的水 难道你被他还大魔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在喝 人若喝我所持的水 就永远不喝 我所持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苦人说 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喝 也不用来 者我愿打水 好了 我们读到这里 这个经文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是说到耶稣 不仅是一个教条 很多人觉得耶稣是一个道理 甚至有人说 耶稣只是假想出来 是说他可以救世人 根本没有这些人存在 但耶稣是有很多证据 他有很多历史证据 当时罗马和犹太人的历史 都有记载耶稣 并且很多平民百姓 也都写很多东西 归耶稣的生命 还有很多人当时 受役派 被罗马政府所迫害 被犹太人所迫害 但他坚持信耶稣 很多是扔到狮子坑 被狮子咬死 在希伯来说 他们受很多迫害 但他们认够信 因为耶稣是真神 他真是活着的 有很多人说 耶稣的神迹 不知道是不是真 你知道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耶稣真的在眼前 行一个神迹 譬如有个人 在地上 耶稣走过来 起床 他马上伸起床 立即起床 你会怎样想 我想问 你会怎样反应 大声一点 还有 真的相信他 真的相信他 还有愿意什么 愿意跟从他 遵从他 一切所吩咐 但有时候我们会说 我不知道耶稣是否真的有行我神 甚至信耶稣 他说信耶稣 也会有时候怀疑 因为为什么呢 有时候看不到耶稣 他就会怀疑 但圣经是有很多证据 圣经有很多预言 真的应验 很清楚说到耶稣的 生平耶稣 证十字架 真是很清楚 一早预言定的 说到耶稣 一证十字架的 很多国家都没有的 是中东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 有之前有没有之后有没有 但他会清楚说到耶稣 证十字架 还有全世界 判死刑的人 都不会脱衣 但是圣经又说明耶稣 是脱衣 圣经会知道 对 关于耶稣的神迹 我曾经想过 还有书 原来也有说过 耶稣的神迹 是证实他真的有发生过 那为什么证实他有发生过呢 你想象 因为在以色列的地方 神一早赐给他们有 什么 什么的圣经 叫做 旧约圣经 是不是 一早赐给他们 旧约圣经 圣经一早说明 将来有什么 旧主要来到 那他们期望 这个旧主 是一个什么人物呢 期望他们有什么 质素呢 令他们复国 是的 有些人是一个错觉 就以为他复国 但是他不知道 圣经所说的 这个是天国 那他期望这个人是没有罪的 他是从神那里来的 能够行神即其事的 他是救他们的 那他期望一个人物 还有犹太人有这个律法 律法就教导他们 律法教导他们 律法教导他们 就是说 不可以说大话 圣经里面 他们有很清楚的律法教导他们 他们对于遵从神 是很清晰的 所以你看到 在四方言里面 都发觉那些人 猛地猛地 猛地去質疑耶稣 去说耶稣 你是有犯律法 但其实他们证证不了耶稣犯律法 因为他们想找藉口 他们看不到耶稣 他在安息日治病是神的工作 但是你看到 就是整班人 当时是质疑耶稣在这个状况 如果耶稣是没有行过神迹的 接着那些门徒 就写了一本新的圣经 新的圣经写的时间 通常都是觉得 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前 左右 就是主后七十年之前 即六十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写这个福音书 就是门徒 他初头以为不用写 因为他知道 他以为耶稣不是回来 后来发觉 原来耶稣未回来 这个世界会继续的 他初头以为 就是现在 跟着耶稣会回来 世界末日 因为他们误解了耶稣的意思 但后来他发觉 原来耶稣是未回来 所以他们要将福音传遍全世界 于是他们就开始 将他们所 关于耶稣的生平写下来 当他写的时候 如果耶稣根本不是这样行神迹的 那他就说 耶稣行云以色列 加利利的地方 犹太的地方 所有病人走过 摸一下他 又好回 所有的病人 全都得胭脂 甚至他五千人 喂饱 很多人跟从他 在《路加福音》说到 那些人多到浅达 整万人跟从他 有个矮仔 叫做撒该 他就看不到耶稣 如果一条路上 整条大路 一个人走过 怎会看不到呢 他真的太多人 迫着涌起来 于是他就爬上一棵树 圣经记载 很多很多人跟从耶稣 有个坦的人 有四个朋友 将他抬来 他当然发觉门口都塞满了 如果只是一间屋塞满 他也会进去 但他发觉门口 整条街都塞满了 所以他可能在后面上去屋顶 然后将屋顶 在后面走到屋顶 然后将屋顶弄开 他的屋不是我们的石屎屋 就弄开 然后将病人倒进去 如果他在前面 他都可以传着传着传着 即是说真的很多很多人跟从耶稣 如果当时不是这样 有些人写了 写了耶稣 全部跟从他 他行很多神迹 举人看 他们是犹太人 犹太人有律法的教导 就是说不可以说大话 不可以作见证 他说这本书从头到尾都说大话 那些大话都离了 就是白痴的人才会相信他 即是好像什么 如果有人说 在三分寺有个人走过 所有病人全部都治好了 医院全部都治好了 如果有人说 有三年这么久 那你说 我住在三分寺从未听过 是没有办法说服有人相信的 你发觉所有宗教都说的 没有好像圣经所说 是根据事实的 你看到那些观音 观音的故事 你看到的时候是相传 很模糊的 不清晰的 到底他们什么人物 都有几个说法 就是很多人物 他们没有记载 他们身平能够行这些神的歧视 全世界都没有一个人 是除了耶稣 并且是一早预备定有旧的圣经 所以人们会看清楚 不可以说大话 耶稣在这个状况之下 行神的歧视 如果他没有行过 当新的圣经写出来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说 你说大话 这些截止 都没有人会相信 信的人会觉得 哇 信了一个这么说大话的宗教 但你发觉 新的圣经除了说耶稣 他行的神迹 并且时事教导 他们是不可以说大话的 耶稣说 魔鬼是说坊之人的父 他爸爸 这样的宗教 如果他全部说大话 不可能 所以耶稣一定是当时 已经行了很多神迹 所以很多人相信 所以很多人相信